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芳 欢迎来到我频道 前两天我发布了一些关于 ChairGPT Google AI方面的影片 可能看似跟加密货币没有关系 有很多人小伙伴问 ChairGPT可以为加密货币领域带来 哪些帮助 今天这期影片可以跟大家一起 来互动一下 看看我是如何用ChairGPT 获取到一些加密货币方面的内容 今天非常兴奋 是因为我在看了 ChairGPT发布会现场的影片的时候 他同时也发布了 苹果桌面端的应用程序 以往我们必须要用浏览器登录 才可以使用 这当中有很多限制 包括可能它的速度上面 也有些关系 我一直想看自己能不能安装一下 和发布会现场演示 苹果的桌面端 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它的下载程序 可能它是一些灰度发布 就是提供一些少量用户 可以让它下载 我今天登录ChairGPT网页端的时候 他出现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ChairGPT 现在已经提供给MacOS的用户了 后面它一个斜杠 是给付费版本 就是plus user 更早期的接入 因为我的这个是付费版本 所以他给我推送了 这样一个下载地址 它的好处是说 从桌面端来使用ChairGPT 会更快接入 并且可以分享屏幕的快照 直接可以用语音来进行互动 和我们手机APP端操作 是差不多的体验 但是我们在电脑端的以往 我们只能用网页 网页是不能直接用语音 和它进行互动的 当然它的条件是要满足 MacOS操作系统14以上 这个版本 并且是要M1芯片的 Mac电脑以上的 所有的这些电脑 才能够支持 我们就点击下载 好下载好了之后 我们点击安装 好把它拖到application 我们在启动台 找到ChairGPT 打开 是用Google操作 或者登录 我们点击登录 出入我的密码 它会注留在我们的顶部菜单 就任何时候 我们只要OptionJustBits 就可以哭出了 你可以问它任何的问题 上上文件 你好 你好 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我们打开 用麦克风试一下 最近有什么币圈的新闻吗 请帮我整理最新的五条 我们可以让它读出来 市场的动态变化和监管环境的严峻形势 同时也显示了加密货币 在主流经济中的逐步接受度 我们也可以通过 就直接可以进行语音聊天了 可以解放双手 好 我们点击选择 I just want to share how thrilled I am to work with you and I can't wait to get started 好 我们就用这个call 来可以开始了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币圈新闻简报 我是大方 今天我们来看看 最近几天加密货币市场的一些重要动态 首先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 正式批准了8个以太坊ETF BN的高管Tigran Gambarian 最后 Shiba Inu在以太坊ETF货币的同一天 出现了金鱼账户的大量买入 以上就是今天的币圈新闻简报 希望这些信息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别忘了点赞关注并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太棒了 谢谢你的肯定 如果你还有其他需要了解的内容 会有其他问题 随时告诉我 我们一起探索更多的加密货币动态吧 好的 我希望每天的这个简报 是以大方小助手的名义 和大家来做汇报 明白了 大方小助手将每天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加密货币新闻简报 如果有任何其他要求或需要调整的地方 请随时告诉我 好的 我们再重新来一次 换5条不一样的新闻吧 大家好 我是大方小助手 今天为大家带来最新的5条加密货币新闻 首先 比特币价格在最近几天 经历了5个百分点的回调 但分析师认为 这只是下一次上涨前的健康调整 其次 Coinbase重新开放了纽约用户对XRP的交易权限 这一举措是该平台应对监管政策变化的重要一步 第三 Portal项目在Bybit上线 这是首个跨链游戏平台 连接了超过200个区块链游戏 采用了Layer Zero的全链协议 以上就是今天的加密货币新闻简报 希望这些信息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点赞并分享 我们明天再见 很好 我希望你再做一些改进 就每条新闻播报的时候 后面跟上你自己的见解 可以吗 我们再来一次 大家好 我是大方小助手 今天为大家带来最新的5条加密货币新闻 并分享一些我的见解 首先 比特币价格在最近几天经历了5个百分点的回调 尽管价格出现下跌 分析师认为这是下一次上涨前的健康调整 这种价格波动在加密市场中并不少见 尤其是在大规模涨幅之后 短期的修正往往为进一步上涨提供了基础 接下来Coinbase重新开放了纽约用户对XRP的交易权限 这表明Coinbase在应对监管政策方面取得了进展 同时也为XRP的用户带来了更多的交易机会 这一举措可能会提升XRP的市场活跃度 并增加其在交易所中的流动性 以上就是今天的加密货币新闻简报 希望这些信息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请点赞并分享 我们明天再见 这两天我发现EDU Coin这个加密货币涨得非常厉害 你能在网上搜索信息吗 最近EDU Coinbase的价格大幅上的主要原因有几个方面 一重要投资者支持 Andy Malka Brands, Sequoia Capital和Binance等大型投资者的支持 对提升市场信心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些机构的投资不仅带来了资金 还增强了EDU Coin的市场认可度 二、项目发展和创新 Open Campus项目推出了多个重要功能和活动 例如EDU Chain平台和Genesis NFTs的发布 这些举掌展示了该项目在交易领域的巨大潜力 并吸引了更多投资者的关注 三、市场表现优异 在过去七天内EDU Coin的价格上涨了91.7% 远远超过了全球加密货币市场的平均涨幅 这表明市场对EDU Coin的需求旺盛 投资者对其前景充满信心 四、去中心化教育平台的吸引力 Open Campus支离于通过区块链技术 去中心化教育内容的创建和分发 赋能教育者和学生 这种创新模式解决了教育行业 长期存在的低估问题 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这些因素结合起来 推动了EDU Coin的价格快速上涨 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有更多问题或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请随时告诉我 那你觉得作为投资者 我这个时候可以介入吗 或者这个时候可以买吗 关于是否现在介入投资EDU Coin 以下几点可以帮助你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一、市场情绪与趋势 EDU Coin最近的上涨 主要受到大型投资者支持和项目本身的创新驱动 虽然价格上涨是一个积极信号 但也意味着目前可能已经接近短期内的价格高点 投资者应谨慎考虑目前的市场情绪是否持续 二、长期潜力 OpenCampus项目的长期潜力看好 特别是崎岖中心化教育的理念和技术创新 这在未来可能会继续推动EDU Coin的增长 如果你对该项目有信心 并且能够承担长期持有的风险 这可能是一个投资的机会 三、风险管理 加密货币市场波动性极高 尽管EDU Coin近期表现强劲 但也可能随时出现回调 确保你能承受可能性的损失 并且不将所有资金投入单一资产 是明智的做法 四、技术分析和基本面分析 进行技术分析 例如查看价格走势和交易量 以及基本面分析 例如项目的实际应用和市场需求 是重要的 当前的上涨是否有坚持的基本面支持 或者是否存在短期炒作的迹象 这些都是需要评估的因素 总的来说 投资EDU Coin需要综合考虑 其近期表现、长期潜力 和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如果你对项目有信心 并且做好了充分的研究 可以考虑分批建仓以降低风险 但记住任何投资都有风险 建议咨询财务顾问以获得专业意见 很不错 你讲得很好 不客气 很高兴能帮你 如果以后有更多问题 或需要进一步的帮助 随时告诉我 祝你投资顺利 我们下次再见 好的 如果我的观众朋友 有更多的其他问题的话 我也会以这样的形式来问你 你可以吗 当然可以 我很乐意继续以这种方式 帮助你和你的观众朋友 如果有任何问题 或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随时来问我就好 祝你频道发展顺利 观众朋友们都能找到有用的信息 我们下次再见 好 屏幕前的小伙伴 如果你也有同样这些问题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可以带你向ChairGPT请教 看看他是怎么样来回答的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任何的投资建议 好的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 请随时留言 我会和一起为你们解答 期待你们的提问 好 这个是我第一次尝试 在MacBook上面直接使用ChairGPT的APP 应用 有小伙伴问 在加密货币领域 ChairGPT如何为我们带来一些帮助 今天我做了个小小的演示 也是全程记录下来了 这仅仅是我利用ChairGPT 为我的工作生活当中 带来的一个小小的分享 我会把这些不同的领域 我在使用AIChairGPT方面的一些内容 做成影片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你最有所帮助 我是阿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